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1922年11月26号 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 和卡纳芬伯爵打开了一道石门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墓室 这就是后来文明世界的法老 图坦卡蒙的墓室 著名的黄金面罩就出自于此 但黄金面罩仅仅是价值连城而已 在当时的埃及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 而真正让科学家们感到细思极恐的是另外一件东西 一把匕首和一块宝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咱们就从墓室被打开的那一刻说起 这座完整的墓室自从被建造完成之后 就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所以当卡特进去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东西都是3000多年前就放在里面的 这些东西的每件都足够让科学家们 为之疯狂 几乎每一件陪葬品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大部分的陪葬品都有黄金的装饰 陪葬品里有雕像 珠宝 武器 服饰 还有很多其他文物 图坦卡蒙的关骨被放在整个墓室的最中间 它的木乃伊被放在一个三层关骨里面 最里面一层关骨用纯金打造 外面两层是由木头包金皮制成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古埃及时期皇室的完整墓穴 而至于国王谷底其他皇室法老的墓穴 在被发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倒了个七七八八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所有参加法老图坦卡蒙墓室研究的工作人员 包括卡特在内 最后都死于非命 这就是当时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法老的诅咒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 我们继续说卡特的发现 当卡特打开法老最后一层关骨之后 他在图坦卡蒙木乃伊边上发现了两把匕首 第一把匕首是在图坦卡蒙腹部发现的 这是一把由纯金打造的匕首 刀鞘也是用纯金打造的 上面还镶嵌有宝石 不过真正让考古学家着迷的 并不是这把纯金匕首 而是第二把靠近胸口位置的匕首 这是一把刀饼由纯金打造 刀身用铁打造的铁匕首 听到这儿肯定会有人好奇了 这一把铁匕首 怎么能比得上刚才那把金匕首呢 重点其实就在这里 如果从人类工具变化的角度来说 人类历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那就是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青铜的熔点比较低 而铁的熔点相对来说高得多 生活在青铜时代的人 没有能力创造出更高的温度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对铁 进行冶炼和锻造 而法老图坦卡蒙生活的时代 还处于青铜器时代 那这把如此精致的铁匕首 就成了一件时空错乱的物品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把匕首才会引来 无数科学家的研究和猜测 毫无疑问 在这个时代 铁要比黄金更加珍贵 虽然古埃及所处的沙漠下 风寒矿产 但当时古埃及人能利用的材料 就是铜 青铜 和黄金 铁器要等到400多年之后 才会出现在古埃及地区 那么这把匕首 是从何而来的呢 专家们翻遍了所有古埃及的文献 也没能找到古埃及人 可以打造铁匕首的证据 不过却找到了 这把匕首来源的说法 图坦卡蒙牧师里面的文献提到 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难道这把匕首 是某个更先进的文明 赐给法老的礼物吗 但是一个青铜时代的文明 怎么会超越时代 制作出铁器时代的匕首呢 丹尼拉卡梅利 米兰大学物理系博士 专注于通过光谱 分析物体成分的方向 他在分析完这把匕首的时候 就感到十分惊讶 他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 铁的熔点高达1538度 所以青铜时代的古埃及铁匠 无法把矿物质加热到 足以提炼铁的地部 更无法把它打造成兵器 正是因为如此 很多科学家都将这把铁匕首 列入了错位文物当中 错位文物就是指 本不该属于这个时代的物品 却出现在了这个时代 这些错位文物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 安提基特拉机械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传统的埃及科学家 并不接受这个说法 他们觉得 这把铁匕首的原材料 并不是通过冶炼获得的 而是通过外星云铁打造的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把铁匕首是通过 用掉落在地球上的陨石里面含的铁打造的 不过大多数的西方学家并不接受这个说法 虽然陨石里可能会含有铁 但在陨石里的铁并不聚集在一个地方 高含量的铁陨石本来就很少见 更别说把它们提取出来 做一把匕首了 就算我们假设古埃及人得到这么一块高含量的铁陨石 但如何把这些铁给提炼出来 然后再打造成匕首呢 这种能力也超出了当时铁匠的能力 而且这把铁匕首的锻造手段也不同一般 匕首身上十分光滑 没有任何锤打过的痕迹 两侧刀刃流线整齐 也没有传统金属的加工痕迹 于是1994年 丹尼拉博士对匕首进行了X光射线荧光扫描 通过光谱法分析得出结果 这把匕首并不是用普通的云铁打造出来的 这把匕首的金属含量非常复杂 除了含有89%的铁之外 还含有镍骨铁等金属 这把铁匕首的镍含量极高 这也是为什么这把铁匕首 在牧师里待了3000多年 被发现的时候 仍然没有生锈的原因 制作一把这样复杂的合金刀具 对炼金术的要求非常高 这样的技术在1500多年之后 才慢慢被人类所掌握 那这把匕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会不会是一个更古老 但是更加先进的文明 留下来的东西呢 就在对这把铁匕首的来历 还一筹莫展的时候 科学家们在图坦卡蒙身上 又发现了一件错位物品 这是一件装饰精美的胸前挂件 是用金 银 以及各种珍贵珠宝制作而成的 挂件中间有一个张开双翼的圣甲虫图案 圣甲虫是由一块成黄绿色的宝石 制作而成的 科学家们刚开始认为 这块宝石就是一块普通的玉髓 是一种很常见的石英矿石 但是由于铁匕首材料特殊的原因 科学家们就对图坦卡蒙牧师里 所发现的所有文物 进行了一次物质成分的检测 检测结果发现 这块黄绿色的宝石 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玉石 而是另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 一块沙漠玻璃 这种玻璃就太特殊了 这种沙漠玻璃首次被人类发现 是在1945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 当时美国试射原子弹的地点 是一片沙漠戈壁 当时的爆炸炸出了一个 直近300米左右的大坑 就在这个坑中间出现了 这些被融化的黄绿色沙漠玻璃 原来爆炸产生了超过2700度的高温 高温融化了当时沙石里的二氧化硅 然后才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材料 沙漠玻璃 就是因为产生的条件和机制如此苛刻 按理说这种沙漠玻璃不光数量少 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在当时那个年代才对 但是这样的沙漠玻璃 却在另一个沙漠中也出现了 科学家们在利比亚沙漠中 发现了同样的沙漠玻璃 而且形成的时间更早 早都让人无法解释这些 利比亚玻璃形成的原因 有人猜测是隐石撞击利比亚沙漠 撞击过程中产生高温 从而形成了沙漠玻璃 但是检测发现 利比亚沙漠玻璃的成分特别纯净 如果是隐石撞击 那么里面多多少少会含有一些其他矿物质元素 但利比亚沙漠玻璃里面并没有这些杂质 而且在发现沙漠玻璃的地区 也并没有发现隐石撞击后留下的隐石坑 就算通过卫星扫描地质成像的技术 也没有找到运石撞击的痕迹 那利比亚的这些沙漠玻璃是从何而来的呢 难道当时在利比亚沙漠当中 也发生了一次核弹级的爆炸吗 如果在当时有人真能制造出如此强大的爆炸的话 那在古埃及人眼里 他们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了 这也难怪古埃及人一直都崇拜天神 换成你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人 看到一架飞机丢炸弹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想法呢 所以当碰上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时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图坦卡蒙牧师里发现的铁匕首 以及沙漠玻璃加工成的圣甲虫宝石 难不成真的是古代热武器的证据吗 我的朋友和我说 你还是洗洗睡吧 他们有没有热武器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还不是一样化作了一堆黄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